厨子渗入厨子渗入强度向攻略害怕伤了厨子的心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 3.5卡池终于尘埃落地 上半迪西亚赛诺下半凌华深贺 UP我知道大家肯定是全都想要 但是作为平民玩家我们的资金毕竟都是有限的 所以本期就还是来给朋友们做一个抽卡攻略 原始有限只能抽一个3.54个角色到底应该选择谁 老规矩咱们还是先来叠一个盾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满级60G 全力图100%探索度 玩过所有角色 身上满级活跃天数为889天的开服全情玩家 冰糖小坤 这应该不算是云玩家吧 本次3.5版本其实可以用8个字总结 无灵选灵 有灵捕赫 什么意思呢 没有灵滑的先去抽灵滑 从2.0推出至今 历经多个版本长达579天的时间检验 依然非常能打 强度稳定在线深渊持续霸榜 是一个为数不多的T0级C位 并且体系完整不用担心售后问题 急抽急用 如果朋友们的号上还没有神力灵滑这个角色 不要犹豫 就是现在抽到急事赚到 怎么感觉跟传销似的 然而灵滑的强度的确如此 这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了 有的朋友非要拿冰使徒来抗 那也没办法 雷神虽好 但也打不了雷使徒呀 那么如果朋友们已经拥有了灵滑这个角色 就要考虑有灵补贺了 主要还是推荐灵滑玩家抽取 甘雨玩家如果还在坚持玩涌动 也可以考虑抽 荣甘就不用抽了 甚至重云除也可以抽 但是要说最适合的 肯定还是灵滑玩家 不管是灵滑的配对数据 还是深赫的配对数据 十赫万新这个体系 都是绝对的高居榜首 这是经过多个版本 多数玩家检验出来的队伍 可以不相信UP主 但是一定要相信数据 玩家是很诚实的 不会跟自己的游戏体验过不去 大家都在玩的内容 放心 他一定很强 冰糖冰糖 灵滑和孙鹤都有了 那该抽哪个呢 说真的 还真没有什么好抽的了 赛诺其实是属于可抽可不抽的那一档 他就是一个T1级C位 还达不到T0的程度 T1的竞争那可太激烈了 赛诺没有太多的优势 而且同版本毕竟有 灵滑这个顶级C位存在 赛诺的抽卡优先级 自然不会有那么高 最后呢 就是UP我不太推荐朋友们抽的角色了 对 就是迪西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常驻呀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可以放弃了 甚至在将来 歪一个二命三命都不是问题 根本没有必要刻意去抽 朋友们就正常玩游戏 迟早都能歪出来 真要抽的话 UP主推两类玩家去抽 一是不差钱的科老 二是为爱买单的厨子 不为别的 就为了尽早开图鉴 尽早体验角色 而且站在云的角度上来说 迪西亚这个角色 应该也强不到哪里去 进长柱嘛 能有多强 顶多就是一个正常强度 不会很夸张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提纳里 那这时候问题很多的小明又来了呀 冰糖冰糖 提八竞速榜可是第一耶 怎么能说人家一般呢 大哥 那他妈是满命提纳里 满命八床绳子 满精草工 满精灵的 跟他比 疯了 反正目前来看 凌华毫无疑问是处在3.5抽卡优先级的第一梯队 毕竟是经过了版本的检测 强度有保障 抽了不会亏 深刻作为凌华的运用辅助 紧随其后 赛诺不缺C位的玩家完全可以不抽 迪西亚由于进长柱的关系 平民玩家已经不用考虑了 而且再加上须弥版本策划对强度的刻意控制 估计不会很炸裂 如果朋友们更在乎强度 还需要耐心等待3.5正式更新后进行实测 后续有关他的灵命 平民实测 UP我都会给大家做的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现在就把UP主关注起来了 现在关注到时候就能第一时间看到迪西亚的相关实测了 以及还有他的专务 维海信标 朋友们只要有需要 这把专务的实测 UP我也会给大家做的 包括未来迪西亚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3.5实测过后 UP我也会跟朋友们阐述一下 那么最后 愿朋友们在抽卡的道路上 好运连连 金光多多 十连不歪 早日满命 这期视频 UP我也是放弃了周末的休假 金光干出来的 只为了给朋友们尽早的呈现出来 还是希望大家能不看功劳 看苦劳 不看僧面 看佛面 给亲可能UP主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3.5 迪西亚实测不见不散 Respect 这次一定关注 这次一定关注 这次是 这次是